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Elsa 是不是很像我從電影裡走出來了? 有嗎? 其實我是中文台,新節目《就愛台灣》為主持人安妮 Nice to meet you,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來這邊,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有比賽,有人會唱歌,有人會表演 很有趣的,就是很像Elsa一樣 所以我們明天就在電池上可以看 在《Star World》,《29台》 《Star Movies》明天晚上9點就可以看 我一定要看,你們要不要跟我一起看嗎? 一定要的,明天晚上9點 我也非常想看 其實我認識一位,你們好像也認識他 因為他很有名 他以前去日本,然後上日本的節目 然後在日本有非常有名的歌手 叫May Jay 然後他們有比賽,他們兩位就有比賽 然後那位就贏了,所以May Jay就輸了 怎麼可能,你們知道他是誰? 他就是小伯 對,沒錯 朋友們的小伯 我們請小伯上台,跟我聊天一下 小伯 哈囉小伯 你好,這好漂亮的耶,我嫂 哈囉,大家好 歡迎小伯 他非常可愛的人,我非常愛他 謝謝 小伯 我想說你會講日文 你好 你好 你們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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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好嗎? 也很好 所以小伯 我就要問你 因為我們是朋友對不對 我就要問你 我以前住在日本 我就很喜歡May Jay 因為我覺得他唱得非常好聽 你怎麼會跟大比賽 然後就贏 怎麼可以 沒有 其實因為我跟May Jay的恩怨 其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我跟May Jay其實一度比下來 大概也比了兩年 可是在過去的 好像比了三四首歌 三四首歌 三首歌 三首歌還是四首歌 然後是四首歌 四連敗 太不甘心了 對 用日文來講 哭哭 哭哭 也沒有哭啦 但是就覺得很不甘心這樣 所以 一知道這一次要跟他比賽 就是他日文 Let it go 的原唱 我就很努力很努力準備 就是覺得這次不管怎樣 一定要以 不然的話太讓到失望 我們都知道 小伯非常厲害 他非常會唱歌 謝謝 看看